基本上大的態勢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知道人民幣中長期的趨勢就是貶值 在前一段時期 就是前兩年的時候曾經出現過破期 但是非常短暫 那麼後來人民幣升值一段時間 那是由於中國宣布了一些對外開放的措施 就是說要兌現WTO當時所作出的一些承諾 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麼現在再加上還有一點就是 中央貨幣當局是可以動用外匯儲備進行干預 那麼現在的情況就是 當中國的實體經濟已經不在景氣的情況下 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消費的比例 以及各個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比較大的逆轉 在這種情況下 人民幣本幣貶值是一個比較確定的趨勢 所以我倒不認為官方是刻意的大幅度的降低或者貶值 那我們知道有一些人會說人民幣貶值有利於中國的出口 那麼這個在貿易關係正常的情況下 這是有可能發生一定的作用 但是現在在雙方打貿易戰的情況下 這個關稅懲罰和非關稅的壁壘 以及其他的措施都用上的情況下 僅僅讓本幣貶值 並不能直接幫助這個明顯的改善出口狀況 嗯